嗨,大家好,我是Nake,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来到了社谷站,打卡一家24小时的乌冬面店 好像这家乌冬面店出了一款黑暗料理,所以想去看一下 Yamashita Honki乌冬,中文翻译成三下真格乌冬 这家店在东京好像只有三家分店,可以看一下链接哦 这里能够使用现金、信用卡、各种电子钱包、微信、支付宝和营养卡都能用 店里有像这样两到三个人的座位 还有这样一个人的座位,下面可以放包哦 桌子上只有一种调味料,就是店内特制的气味辣椒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在深夜要多加10%的服务费 这家店主要经营的是乌冬面,有各种天赋乐乌冬面 还有各种口味的乌冬面,比如牛肉、明太子 其实味道差不多,就是焦头不一样而已 还有这样的冷乌冬面是占着各种调味料吃的 基本和刚刚热乌冬面的焦头差不多 价格在500日币到1000日币之间 你现在看到的是咖喱乌冬面,还有白色奶油乌冬面 有些脱离日本传统乌冬面的风格,价格也略高了一点 这里还能单点各种的天赋罗 炸鸡块,炸虾,炸植物贼,炸鸡蛋 哇,鸡蛋也能炸呀 价格在150日币到790日币不等 还有各种的焦头和小菜,品种还是挺丰富的 看价格也是适中 还有各种的拌饭,乌冬面没有吃饱 就点这个饭就可以了,碳水化合物炸蛋 我今天点的是这个,白色名太子黄油鲜奶油乌冬面 啊,名字好长 我们先来尝一下上面的奶油 是不是和蛋糕味道一样 是真的奶油 微微的甜味,有点像在这甜品 上面还有胡椒粉,吃起来味道真的有点违和感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乌冬面吧 乌冬面本身很有弹性和嚼劲 吃起来很弹牙,名太子是咸辣味的 虽然上面有奶油,但是已经完全吃不出甜味和奶香味了 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生姜泥,吃起来有葱香,还有生姜的味道 这个套餐里还配有乌冬面的汤 服务员说吃到一半把这个汤倒进去吃 那我们就倒进去吃吃看吧 期待味道会变好一点 这个汤可能是用煎鱼煮的,一口下去味道好咸啊 再配上明太子的辣味,不是很搭配 光是面的话味道倒不是那么的咸,还可以 不过奶油味道完全被覆盖掉了 再加点特别的气味辣椒 这家店的气味辣椒不错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气味辣椒了 香料味很重,辣味也很到位,不错 总结一下,这个奶油乌冬面 不知道奶油的意义是什么 搅拌一下后奶油味根本吃不出来 觉得主角是明太子 你们过来的话可以尝尝其他的乌冬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拜拜